还没等媒婆说话呢 周大壮便立声说道 俗话说得好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豆量 一个人的容貌是父母给的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 只要心存善念 那就是好姑娘 你如此诋毁我的妹妹 不知道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你这样的女子 即使长得再漂亮 我也不会娶你为妻的 你还是赶快走吧 这一年 苏小小去山中砍柴 看到一个乞丐瘦弱无比 苏小小觉得她十分可怜 于是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干粮 递给了那乞丐 乞丐吃了以后打了一个宝格 然后对苏小小说道 你可真是一个好姑娘 现在这年头像你这么善良的姑娘 也是不多见了 俗话说得好 好人有好报 既然你对我这么好 那我也奉劝你一句话 明天晚上的时候 你们全家人要搬到山上的破庙之中居住 要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说完之后 惠兰便大摇大摆地朝着周大壮的家中走去了 周大壮和惠兰见面之后 二人都对对方很有好感 可是就在此时 苏小小却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没有想到 惠兰居然就是媒婆给哥哥介绍的媳妇 一时之间站在那里 不知所措 就这样 养父带着苏小小回了家 回家之后 养父告诉养母和周大壮 这孩子的身世坎坷 希望能够收留他 养母听闻此事之后 都感慨着说道 这孩子太可怜了 不能因为面容丑陋 就让他受到如此的待遇 我们家虽然不富裕 但是让他吃饱穿暖 还是没问题的 以后就让他留在我们的家中吧 做我们的女儿 从此以后 苏小小留在了养父养母的家中 做了他们的女儿 养父养母丝毫没有嫌弃 她面容丑陋 就连哥哥周大壮 也对这个妹妹疼爱有加 每次在屠宰窟赚了些钱之后 都会买些好吃的给苏小小 兄妹二人相处的特别好 月娥在苏小小家中住下之后 觉得自己不应该白吃白喝的 于是她每天跟着苏小小洗衣做饭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久而久之 月娥和苏小小成为了好朋友 不光如此 周大壮对月娥也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 她觉得月娥人长得漂亮 而且温柔贤惠 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子 这小姑娘赫然就是苏小小 她长这么大 已经见惯了别人的白眼 听到惠兰这么说 也只好让出了一条路 惠兰看到苏小小这个样子 于是更加的得意了起来 她对苏小小说道 天下怎么会有如此丑陋的人呢 按理来说 苏小小面容丑陋 爱不着他们什么帅 可是一想到这么丑的女子 将来肯定没有男子愿意娶她 她要在娘家待一辈子 所以有好多女子 都不愿意嫁给周大壮 养父养母 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把周大壮和月娥叫到跟前 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们二人也老大不小了 月娥温柔贤惠 是一个很不错的姑娘 我们家大壮也是有手艺在身 没有不良嗜好 自古以来 婚姻乃是父母之命 苏小小一听 心中顿时明白了一个大感 于是她在哥哥周大壮的面前 也为月娥说着好话 在苏小小的撮合之下 周大壮和月娥 也对彼此产生了好感